静夜思 要惩罚我们呢 对呀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就这样 担心啥 没事的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太好了 桃桃 有你在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校长 你让我们来 就是为了看月亮 对呀 怎么了 没什么 不过 什么时候月亮才出来呀 别担心 一会儿就出来了 既然现在月亮还没出来呀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吧 这里有13块糕点 每个上面都有字 谁能快速地读出 这些糕点上的字呢 这个简单 我来读吧 它们是 静 夜 床 光 举 耳 木 头 旺 滴 固 香 米 校长 怎么样 不错吧 嗯 不错 不错呀 完全正确 不过 我还有个问题 我还有个问题 生字 顾的部首是什么呀 这个我知道 顾这个字的部首是返文旁 顾可以组词 顾宫 顾香 校长 校长 这四个生字 书写师需要注意些什么 你能给我讲讲吗 校长 这个让我来吧 生字 耳 木 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中间两横之间的距离 头和米 这两个字最后一笔的笔画有很大的不同 要注意区分 头的最后一笔是点 米的最后一笔是那 娃娃 你真厉害 简直是我的偶像 你该不会是想说呕吐的对象吧 你们快看 月亮已经出来了 哇 十五的月亮真圆呀 看着这圆圆的月亮 我不由得想起了一首古诗 古诗 什么古诗 是我的一位好友 李白写的 静夜思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 小长我这样读对吗 不对 是呀 错了 错了 这里思是思念的意思 哦 我明白了 静夜思就是在静静的夜晚所引起的思念 哎 阿泰说的对 诗人思念谁啊 我们来看看诗句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校长 这里仪式什么意思呀 这个我知道 这里仪就是怀疑 以为的意思 这一句诗的意思就是说 月光透过窗户映照在床前 使人以为是地上的一层白霜 嗯 陶陶说的对啊 那下一句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举头就是抬头的意思 这句诗的意思是 抬头看那空中的一轮明月 不由地低下头来沉思 越来越想念我的家乡 嗯 在寂静的夜晚 诗人独自一人望着月亮 思念故乡 思念着故乡的亲人 这首诗歌表现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之情 校长 诗人李白一生写了很多故事 他还有什么诗歌是描写月亮的呢 当然有了 下面就有一首 我念给你们听听 古朗月行 小时不时月 忽作白玉盘 又以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怎么样 这首诗写得好吧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 却表现了诗人在小时候对月亮幼稚而美好的认识 却 这有什么我也会写 哦 陶陶也会写诗 那当然 床前明月光 校长睡得香 巨头望明月 低头写一声 我我阿泰 你俩昨天好像没教英语作业吧 赶紧补教 还有 明天罚你俩去学校花园里面除草 并且不准用罚术 啊